Hello 欢迎收看The James Law Show 这是房地产风水系列 我是James 我是Jojo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 是奥克兰在九韵 有哪些地区是可以去投资 会比较旺 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在 我们今天请教大师Jojo 所以从这个风水来说 可以看得到奥克兰哪个区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比较有前景的 这个是跟大运的飞行盘有关系 大运是九运 九运从2024年到2024年到2043年 所以正好走20年 今年是刚刚开始的第一年 从大运盘来看 其实因为我们都一直是在讲九宫飞行 正好这20年的九宫飞行 其实飞到了两个方向是可以把握的 最好的其实是中驱 中驱一直以来几十年来或几百年来都是挺好的 对因为我们去了每一个运运都是那一个新入中 那所以说九子运当中也是一样 九入中 红红火火 就红红火火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 那所以说在九运当中 我觉得奥克兰的中驱的发展 其实还能更上一层楼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 其实是这个西北方 因为西北方有贪狼型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北方的Northwest 那我们之前也带领过很多项目在那个方向 包括现在的Costco在那里 微软的那个数据东西也会在那里 听说Tesla也要在那里开一个 还有一个很大的华人超市 大概有好几百套的那种新型的小型的工业的仓储式的厂房在那里盖了起来 这些 是而且我是认为未来在九运当中的新西兰的房地产 其实应该还可以走 因为新西兰整个区域它正好是压在 东南 对它是在东南向 那东南向的话 假如说我们是以世界版图来看 那它正好是这个八百更土星飞在了这个东南方 那所以说它的这个更土其实也是跟房地产有关系 所以可能世界上很多的其他国家的房地产可能都不太好了 就有这个衰弃的产生 但是新西兰还是会好的 但是呢它的这个好呢 它又跟这个外来的移民它是有关系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所有的房地产的开发 未来它是跟科技 跟科技有关 因为它的这个它久运它本来这个离火 它就是主高科技 你说到高科技 我一个在高科技行业的一个朋友说 奥克兰有两个点是接那种光纤的 两个主要的那个光纤的站 一个就在西区的Westgate 就在Costco那附近 所以好像听说亚马逊都选择在那边设置他们的数据中心 我之前有在做预测的时候 新西兰它未来它其实会成为一个科技 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中心 对我们也最近接到一些那种物流中心 过来这里设置厂房 我觉得一个物流包括你刚才讲的微软或者亚马逊 这些大的公司入住新西兰 我觉得未来会有更多的大型的企业会来到这里 去发展新西兰的这个科技产业 因为新西兰之前一直走的是这个农牧业 而这个科技产业的这个转向 我觉得会是未来新西兰发展的一个方向 有蛮多世界知名的科技企业是从新西兰出来的 包括可能已经现在已经看不见了NATMAN GPS 以前你们用过GMS西兰做的 包括Mazero也是一个 新西兰的人蛮创新的 所以西北方是有一个贪婪星在那里 对中区有这个九子离火星 对所以贪婪星是未来星 跟科技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知道西北区确实是跟科技有关联 我觉得科技行业是一个 那你讲到贪婪星 那贪婪星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新的性质是什么 那贪婪它其实它也是组桃花嘛 而且西北方它正好属金 所以它是金生税 它会更加一步的去催望这个贪婪星的力量 那贪婪星它会组桃花 它会组人脉 它会组民气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北的这个区域 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性发展 但是未来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些大企业的一个入住了以后 去带动这个区域它的一个名气 一个名声 它当然同时我相信它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人 想要搬到这个区域去住的 那所以所谓的西北区就像Westgate 梅西那个Hobsonville这些地方 Hobsonville或者West Harbor West Harbor Q Mill 对 Venor Pai那边 是的 Venor Pai那边 因为他蓝星它本身有桃花的力量 所以那一边的人 就会有桃花 就会桃花的力量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重 再加上我们各自房屋里面的风水布局 桃花就能望上加望 那中宫这个九子有什么说法呢 在哪些区域呢 就是City市中心 Ramira Epsom 对 尔尼亚 Street King 对 大概就是那个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区域 对 那些整个区域都算是中区 九子 九子又有什么说法呢 九子因为现在是九韵 所以它是当运的这个旺星嘛 九子离火呢 它其实它也煮很多的一些喜庆的一些事情 所以住在那个区域当中呢 就等于说 你也许可以吸收到这个九韵的气 会有可能比较多的好事 能发生在你的身上 那当然它的这个九子离火呢 它也是主一些行业的这些兴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这个区域未来在经济上 依然是比较多人流 比较多人喜欢涌入到那个地区当中的 西北方因为它用的是这个贪婪心 那它还是未来的一个往心 所以它的这个桃花的这个热闹的程度 是跟九子离火还是不太一样 九子是直接就有喜庆发生 是直接喜庆 大家直接就结婚了 直接就满月酒摆上去了 对就直接就在那里喜庆的事情比较多 对所以它的发展会更直接一点 好那老师你刚才说的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方向 就是东南区 有什么说法呢 它的飞行是什么呢 东南区呢在九韵当中呢 它是八白的左辅心飞入 那这个八白心呢 其实在这个九星当中 它是属于正财心 正财心它本来它是主财的 主财的主财主土地 就对土地开发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它这个八白心呢 因为在九韵当中它属于退气心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奥克兰的这个东南方向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热度在 只是这个热度呢 它会逐渐的去减少 能不能挣到钱 还是可以挣到钱的 只是它有一个气数在那里 需要关注一下 那东南区来说 你会觉得它是哪几个区域呢 Otahuhu啊 East Marquee啊 Flat Bush啊 可能我觉得看看奥克兰的地图 更多的它是集中在这个East Marquee和Flat Bush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对我们之前八小时卖了八十套的那个项目就在Flat Bush呢 前段时间还是挺火的 所以现在刚刚交割完 对因为它还是有它的土地的八白心的鱼器吧 对所以现在做还是可以的 现在还是可以做 还是可以做 所以买了这些地方的土地的朋友就不用担心了 好 谢谢老师的分享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